早晨,他就想問小米1810的13.9有貨 他說上網是多少 以及向下的指示又應該是多少 其實整個第二崗,廣估就是很多股份處於這些狀況 不斷地盲目衝警,最壞的事 小米夠弱勢,三月的低位又是穿過 但好處就好像信譽那些 起碼跟到市況彈上來 但問題就是,小米也有第二崗有些改變 例如第一季那段時間 市場就開始,很擔心小米的俄羅斯手機業 因為盧布那些匯兌問題 從而有很大的損失 但你看盧布,在第二季,升了很多照片 所以你說業績上有未止位一定是一探四歲 但無利率,供應鏈那些問題 一樣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小米如果13.9這些位置 我不知道你開了很久 還是近期才在 但是道理也是一樣 因為基本面我覺得又不是特別強 我覺得安全起見計,13元 穿了13元,100天線的位置 可能完成完的技術反彈 就再向下沉底 所以主要的問題是 對他這一刻沒有什麼特別信心 彈上來之後 就有一個徒生門給自己 如果你開了很久的話 如果硬高追 我們經常說高追沒有問題 你要懂得走 所以如果你高追完之後 下車位就是13元這些位置 弦地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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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